目前,金嘉兰是Hype和Lacephrim最大的问题 如果金嘉兰离开组合 Lacephrim将重组为5人组合 争议可能会立即结束 尽管如此,Hype还是决定留住金嘉兰 宁愿花更多时间处理丑闻,这让人费解 还没近日做出分析 金嘉兰在组合中占有重要位置 按照Hype的策略,Lacephrim仍然是6人组合 除首章专辑外,未来的活动计划也由6人组成 如果突然缺少一名成员,大局中可能会出现错误 此外,从Hype为金嘉兰出道所做的努力也可以看出 近日还传出,Hype正在与霸凌受害者进行私下会谈 希望达成和解 5月23日,受害者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 我们没有额外的声明 因为我们目前正在与Hype讨论解决方案 不过这一消息传出后,网友们纷纷表示 如果真的达成和解,不就侧面证实了金嘉兰的霸凌事实 即便真的可以和解,也修复不了金嘉兰的形象 就算Hype付钱,让受害者闭嘴 大家荣然会将它视为恶吧 爱的寒舍,没有解说最新韩语 关点赞和订阅哦